蔡徐坤发表2022年新年愿望 在新的一年继续带来更多有力量 有温度的文艺作品 愿每个人的心中都有爱 温暖发光 蔡徐坤2018年1月参加偶像练习生 并以总票数第一c位出道 成为限定男团9%队长 8月2日发行个人首张ET 或2018亚洲新歌榜年度盛典 最受欢迎前例男歌手奖 这次新年愿望被人民日报这种主流转发 也是在三场舆论风波之后表明了媒体立场 证明了对蔡徐坤的认可 同时在跨年这种重要的日子 蔡徐坤同时登上浙江卫视 江苏卫视 北京卫视2021 2022跨年晚会 并随后登上各种热搜 证明其顶流明星的不俗实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上